這是廣告 正義魔人 請回避 大家好 今天要來為大家介紹一款 設計感一流的精品級藍牙小喇叭 Divale Mania 那法國Divale這個品牌呢 一向有獨特的設計感 而且有獨家的音響處理技術 讓它推出的產品呢 總是能擄獲許多消費者的心 例如經典的Divale Phantom喇叭呢 就不知道迷倒了多少人 而Divale呢 希望這樣的體驗呢 也能延續到可攜帶產品上 所以集合了該廠的升學技術 花了三年的時間 推出了Divale首款可攜式的藍牙無線喇叭 這就是Divale Mania Divale Mania的尺寸很小 大概呢就是手球大小 那上面呢做了提把 讓它可以很輕鬆的移動使用 而Divale Mania雖然小呢 表面處理卻做得很精緻 它的表面呢是織布的材質 有淺灰深黑兩種選擇 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一款叫巴黎歌劇院版本的特別版 表面採用了金屬銅 霧面涅等材料 並有24K金點綴 整體的造型更為細緻 Divale Mania雖然是藍牙小喇叭 但其實呢內含了獨家的聲學技術 一般的藍牙喇叭 是沒有辦法呈現立體聲的 Divale Mania的提把的兩邊 可以視為是兩個面 那每一面呢 的中央有一支低音單體 那低音單體的上方左右兩側呢 並有全音域單體 所以能夠呈現出有左右聲道的立體聲 如果我們把Divale放在客廳的中央 那它的這兩個面呢 都會各自發出各自的立體聲 Divale稱之為交錯立體聲結構 再來呢 Divale Mania喇叭的下方呢 有四個偵測麥克風 能搭配內建的智慧演算技術 即時針對擺放環境的發聲狀況進行調整 例如當Divale Mania靠牆擺放的時候呢 後面的兩個全音域單體呢 就會自動調整 為前面的兩個全音域單體呢 強化立體聲 等於所有的單體變成 為面向聽眾的那一側來服務 這樣的技術呢 稱之為ASC立體聲主動調教技術 或自適應立體聲技術 也代表了Divale Mania 能夠提供360度的音樂享受 而Divale Mania 機體兩側的低音單體呢 也是它的設計重點 它們是延續至Fenton喇叭的 Push-Push低音單體設計 再加上Divale Mania呢 內含獨家的SAM技術 也就是喇叭主動配對技術 它內部的擴大電路呢 能對它的單體 有完全對應好的驅動曲線 所以呢對單體有強大的控制力 而這些技術的結合呢 不僅讓Divale Mania 有優異的低頻延伸能力 低頻下潛可以達到30Hz 而且還讓它的最大音壓 可以達到95dB 優異於市面上大部分的藍牙喇叭 而Divale Mania 雖然是以可吸式藍牙喇叭 為主要訴求 但其實呢它也支援Wi-Fi 所以能夠提供使用者更多的便利性 在有Wi-Fi的場合呢 Divale Mania 就可以直接支援Spotify Connect和AirPlay 2 而在無Wi-Fi的場合呢 就是透過藍牙呢來進行播放 當你把Divale Mania帶出門使用時呢 也不用怕不小心潑到水 因為它具備IPX4防水能力 所以戶外使用呢不容易損壞 但在電池續航力方面呢 Divale Mania內置了充電電池 最常呢可以提供10小時左右的播放時間 除此之外呢 Divale還為它開發了無線的充電底座 讓充電呢能夠更為方便 那前面我們有提到過 Divale Mania呢 有一個巴黎歌劇院版本的特別版 它會比一般版呢貴上一些 除了是因為它的外型更為漂亮之外呢 還因為它是產品直接就內含了無線充電底座 所以使用上會更為方便 那Divale Mania的聲音相當不錯 尤其是第一頻段的出力非常的強勁 完全超越我們對它體型的期待 如果你想找一款聲音出力強 而且外觀造型精緻細膩的藍牙無線小喇叭 Divale Mania就是相當值得推薦的選擇喔 Divale Mani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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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